hello,大家好,我是小爱 今天我准备用来由突日记的贴纸来做粉色系的手帐 他们都说你虽然做得很好看 但是每次都舍不得用贴纸 你都用点贴纸 因为我想的手帐 本来就是记录生活的 然后就写多一点文字 那时候觉得就是 如果文字写多了 有可能会不好看 有文字写少了 有可能会不好看 那今天我们就来用这个粉色做吧 那你 我帮你撕贴纸好吧 你可以帮我贴纸 但是不能帮我撕贴纸 为啥 这是最治愈的地方 好吧好吧 我帮你贴 可以可以 你慢慢尝试嘛 我还是自己贴自己撕 好好好 来吧直接开干 怎么干呢 哈哈哈哈 我想给他布置一个紧 我帮你撕好吗 用细细妈妈 你该撕 咋了再用手了 就直接用上手算了 我来帮你搞 我来帮你贴来 谢谢 你们有没有听到外面的声音 收粉条回收旧手机 红薯粉条纯红薯粉条 好吵呀 今天没法成绩 哇这个粉丝我爱了 第一次用这个粉啊 对啊 这个是紫色还是粉丝 红薯粉是吧 你这是又要画个子啊 啊 你是怎么做的 你不能换种风格吗 大姐 嗯 我喜欢这个 算了我把这个窗户 这样 这个比较开着吧 这样光线会不会好点 今天还有点太阳 这个声音更大了 你们静静的欣赏红薯粉条 画粉条 你有格子素材不用画格子 也都有 我现在忘记我有格子素材了 哟嘿 别说还挺好看的 看着 像这种东西 还要撕下来的话 就不能贴太紧 哎呦妈呀 有点点小瑕疵了 一顿狂贴之后 再开始画 今天外面好吵 才到我心里发慌 我感觉你觉得 今天这个猪头会很好看 但是我没给它拍好 写这 写什么这 I don't know 最近开头 你们看看这咋样 我感觉这上面 好像有点单调呀 你们觉得呢 这空白处 单调不 单调呢 是不是有点单调 你们觉得呢 要用给它画几个爱心吧 是不是有点单调了 不单调 那就这样吧 你们说是不是有点单调 云雪既然说不单调 那就这样吧 反正我觉得有些单调 跟它对比了 跟它对比 风格差不多 你能变点风格吗 不能不能 拜拜啦 我要去干饭啦 做手帐其实就是贴画鞋 嗯